第二名 每個女人最怕的就是 肌膚松弛 雙砂巴血洗 就在智慧型手機橫掃牽衝 低頭族比比皆是 欸 你看我現在在幹嘛呢 竟然不是低頭族 告诉你 現在東京出現了最新最低的 消滅低頭族的方法 讓你不會再有下巴收持 或是頸不紋太多的困擾 到底是誰這麼厲害 這樣可以打敗賈伯斯 讓人人都抬起頭來 告訴你就是 這個聖代聽說有63.4公分 這麼高耶 你看看 他擺著都比我還高耶 這樣怎麼吃啊 這樣 有沒有看到 晴空塔就印在這個天餅上面 要先到像什麼 對… OK… 超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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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不行了 現在來東京必追晴空塔 晴空塔主編產品高達上千樣 東京超好吃超好買 要怎麼玩 要玩得到位 玩得物超所值 跟著愛玩客 消滅低頭族 東京晴空塔必殺攻略 GO 為了趕上東京市區被阻礙的電波 2008年動工 耗費四年才完工的東京晴空塔 高度634公尺 被吉密斯世界紀錄認真為世界第一高塔 參目五天就超過一百萬人來這裡朝勝 入場券一票難求 比東京迪士尼海航 它底下各個抬頭仰望晴空塔 果真沒有低頭子舞 想攻頂不求人 讓我來教你幾招 晴空塔攻略 首先第一步 像我這樣子在網路上預約 由旅行社代買 然後印出這樣子一張入場兌換券 就到晴空塔這邊現場來兌換入場兌換 你就可以進去了 而且這裡還可以先指定日期 所以確保你一定可以進去 很多旅行社只要刮上保證燈塔的字樣 行程一定賣到方案 加上可以在台灣就預約好入場券 方便又省事 你今天好難也太快了吧 我看還在小總算檢測了 你知道嗎 這是全世界最厲害的電路 在50秒一邊就馬上升到三百萬公司 而且你看那邊還有一個螢幕 就是告訴你說 是這個 來不及他已經到了 有多快 沒有那麼快 來 來 來 就跟那個101一樣 一上來的時候 那就是 一般開場的瞭望台 行程卡通的訂閱戶 找一個最好的地方 為什麼要特別介紹這個地方 因為 第一個 他的視線真的非常的冷 你現在看過去呢 今天其實也算不錯 但是你看這個高速 而且上面在上面 也非常冷 景色看起來就非常的有沉思耶 這可是我千挑百選 才找的觀景點 玩具車般的街景 在我腳下快速通過 放著360度景觀 燈塔卻讓我心情開闊 東京晴空塔攻略第三步 全空欣賞美景 東京晴空塔攻略第三步 一下呢 要是有什麼巨高 真的要心臟面 要小心喔 因為呢 這是高峰中的美麗床 這個腳不好 你看 因為剛好 剛好 我是看到那個塔 從最下面它那個 上來支架那個地方 哇賽 這要是真的有巨高 雖然站過來 應該腳會麻耶 好 這假的攝影師 你真的有巨高 很好 我連走路都會怕了 這假的 過來一下 過來啦 過來啦 你的腿有沒有在抖 在毛了 那種800公斤 20厘米厚的鋼化玻璃 腳下晴空塔景色清清楚楚 討厭你的膽量 不過你以為 這就是最高點了嗎 你把這條路上去上到 然後就是 這上面的一個 這個地方 還有更高 第二層的 然後再移軚 這上面是 這上面是100公斤的 還要趴一千塊 是的 其實我們有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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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過了速度快 而且這樣子 看著畫面這樣子 以前就好消失的時候 你真的有在那裡 好像要做 倒著板的大怒聲的感覺 又瞬間有移了 我們現在要登上 這個是這邊的 算是最高點 我們可以看好 我們現在要來看 以外 怎麼那個 view更清晰了 有沒有 我覺得現在高度 哪一天都沒有了 現在這個 製品的模擬純屎 踩在我們腳下 呢 哇 哇 現在這裡好 沒看 現在放著這樣子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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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鞋子 好看 我還想說大家在看什麼 上面有一個人在洗玻璃 差不多 他好勇敢喔 我的媽 這個算是特技表演 すごい 可以耶 這裡也很厲害 趕快在外面 再去做這個工作 好恐怖喔 好幸福喔 真的 所以還可以看這種地方 特別的表演 登上第二展望台 我想外面的勇士 和The View應該比我更美 登到最高點 就是要選擇自己最喜歡的一角 拍下感動的一刻 塔底很美 塔底也不輸人 別以為在塔底就拍不出好照片喔 網路上流傳了一個神秘阿伯 聽說他的KC 可以讓你拍下 意想不到的晴空塔 超有趣的 你看看 它是架在一個這個腳踏身上面 嘿 這個是什麼 腳架 鏡頭在夜拍攝時 三脚 這個東西是你自己組裝起來的 因為你看這個三腳架 對 對 自己組裝起來 所以這個 可以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是特別為了想要跟晴空塔合照 而做的這個東西喔 而且你看 旁邊其實啊 很多的阿伯耶 每個人也都拿著一個相機耶 所以最後 最後因為你 是不是大家都在這邊 也會在這裡拍照 好像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攝影愛好協會 在這裡一樣 嗯 對 對 到底神秘的阿伯 怎麼用一台腳踏車 幫大家和晴空塔 拍出美美的合照 你猜到了嗎 這裡呢 近一點 旁邊的合照 這個突透鏡超方便的耶 它才可以自動調整 你想要這個樹跟你合照變怎樣 好 等一下 我看到那個我覺得不錯的角度 這樣往上拍的話 晴空塔好像長在我頭上耶 對 你看看這樣子 晴空塔是不是長在我頭上 很好 很好 這個還可以自己其實 找到發明那個角度 有不同的好玩的 對 晴空塔合照 來 成功 用突透鏡 把晴空塔美景一起納入 阿伯不但不收費 還教你最漂亮的拍照角度 俨然就已經成為晴空塔周邊 最熱門的觀光景點 東京晴空塔開幕才短短幾個月 好玩好買的周邊商品 就超過上千種 接下來這款幾乎是人手一袋喔 東京No.1在這裡必買的伴手禮 是什麼呢 我告訴你就在晴空塔下面呢 這邊就有個購物 這個東京Banana爆紋版 是因應晴空塔才產生的 好期待大家長得像喔 看到啊 啊 可愛 它裡面真的就是直接硬棒 我的圖案在身上耶 現在馬上試吃一個看看 聞起來還是有香蕉味 是巧克力 你知道嗎 原本東京Banana呢 裡面是那個香蕉口味的卡士雜醬 它現在加了一點點的巧克力在裡面 可是呢 為了要保留它原本那個香蕉的味道 所以它巧克力味道沒有很重 而且它蛋糕一樣是非常的綿耶 然後你看裡面這個醬 像我們像融化的牛奶糖一樣 來看晴空塔也一樣是晴空塔 網友瘋狂專載的晴空塔限定商品 早就成了比拜指標 東京晴空塔現在可是 這裡的超人氣指標 所以周章也有很多店家 跟著他推出了超人氣美食 今天我來到了這一間可不得了了 它可也是東京第一喔 就在這裡 趕快來先點一份 老闆我要一份晴空塔聖誕 有兩種口味有抹茶跟梅子口味的 那我要來個抹茶 日式代表 好 你們已經想說 這個聖誕有什麼特別的呢 怎麼會成為超人氣美食呢 我告訴你 這個東京第一聖誕不得了喔 我要特別準備了一個 就是這個捲翅 因為它的高度也像晴空塔一樣 那麼的驚人 你知道嗎 晴空塔634公尺高 這個聖誕聽說有63.4公分 這麼高耶 你看看 小晴啊 竟然有聖誕長得像這麼高 你想不到吧 這麼大一個聖誕我看看 這光是要吃的話 也算是一個特技表演 這要怎麼吃啊 原本以人形燒起家的甜點店 推出的晴空塔聖誕 竟然讓一堆人不遠千里 搭飛機也要來吃一口 居無霸晴空塔聖誕登場囉 把它做好 端出來給我 你看看 我這個捲翅還是準備好 這63.4公分 光是這樣子我坐著 它擺著都比我還高耶 這樣怎麼吃啊 我的天啊 東京竹地市場二連八 來去吃免費早餐囉 我來去椅子上了你看嗎 它有冰過有點涼涼的 然後裡面那個蛋汁好鮮甜喔 好像加了甘霧一樣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就是爆炸的海膽 你知道嗎 剛剛觸犯這個到這裡而已 我看到它這樣一直一直一直的加上去 太厚了 我超爪的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這真的是我先目視過 這是最好吃的海膽 你看到嗎 嗨 哇塞 超大一個的 這比我齒還要高了一點點啊 這個我可能要拿著起來一下 好恐怖好恐怖 感覺會倒漾 你看好超恐怖喔 大家剛剛有被嚇到嗎 超重的很有分量 旁邊你知道嗎 看來像晴空塔一樣 外面有個觀景台 哇 它真的有耶 63.4公分 這麼高 這到底要怎麼吃啊 你看看我真的 我看不到 這樣吃也太醜了喔 不相信日本女生來這邊 那麼優秀的人會這樣吃 欸 這是從來沒有客人 就是試圖想要這樣吃嗎 不會我這樣吃我也變成東京第一吧 第一位這樣子站著吃清 這個晴空塔聖代的人 有 我有變成東京第一的感覺了 哇你看它其實是很細的那個糖醬 糖絲這樣拉起來的 這邊你看 一整圈全部都是那個哈蜜瓜 下面呢這個你看 這是經典的日式聖代 一定都會有像那個蜜紅豆 還有湯圓糰子 還有像寒天之類這種東西 嗯 好吃 因為呢他們那個牛肉真的味道非常非常香 而且抹茶 我最喜歡的就是日式的這種抹茶 就是會有一種那種鬼肝的感覺 很香 但這樣吃冰一點都不過癮 你知道吃聖代最喜歡的最喜歡的 好紅喔它把 欸我吃的高度還是要稍微這樣半噸 啊 嗯 喔 好好吃喔 欸這有種想要乾杯的感覺 乾杯 姐妹湯下午茶 兩三個人吃一課剛剛好 因為63.4公分高的聖代 分量有夠驚人 不過更驚人的來了 我覺得我真的吃完這一個以後啊 就不用再吃其他飯了 這一餐可以抵六人份吧 你知道嗎 這個一個價格喔 說出來可能也會有點嚇到你 因為這一費呢 要日幣大概一千八百元這樣子 你知道在台灣我們外景 對啊台灣一個人的餐費 一餐一個人只有一百塊 然後呢出國五個人 在台灣的話呢可以有六個人 所以六個人在台灣一餐 吃六百塊 你在這裡吃一個聖代 哇塞 小夢你也是一個東京第一耶 你一個東西 就點我們六個人的餐費 大家趕快來吃 這今天的中餐 一人一口快點 等一下就點一份來吃 再點一份 再點一份 你們那三餐都不能吃耶 吃六餐耶 東京消費在全球可是作而忘義 平均一餐的餐費 就是台灣的三倍 一個晴空塔聖代 就花掉我六餐的製作費 全部的人還是勒緊褲帶 吃過晴空塔聖代 才算沒有白來嘛 若不想白來晴空塔 周邊絕美的拍照點 絕不能錯過拍攝晴空橋 美麗倒影的時間橋 而另外一個被網友瘋狂推薦的 就是五七橋 來到晴空塔這裡呢 你不只要在底下看塔 還有拍拍照 或是在塔上面眺望風景 還可以來周邊這裡 來個散步地圖 晴空塔散步之旅 你看像是五七角這裡 這邊呢也是網友 極力推薦的地點之一喔 這裡你看有很多人在這邊拍照 因為不只可以看到雨田窗 還有呢墨田區公所 晴空塔以及旁邊是最著名的 朝日總部上面的金色啤酒泡沫 所以你在這個角度呢 一眼望過去 就可以把全部的風景都拍下來 這個新地標看完了 我告訴你 周章呢其實有很多老店值得一逛 像在附近啊 我就聽說有一家百年的煎餅老店 它的口碑和味道都是一級棒喔 我們現在就馬上過去嘗嘗 走 就是這家老店了 就在我們的小晴…不是 東京晴空塔的旁邊 百年老店 日式煎餅工坊 你們看到喔 晴空塔就印在這個煎餅上面 不過如果只是因為圖案 而搭上這個熱潮的話 讓它翻紅 這樣子沒道理啊 我告訴你 聽說它味道是經得起時間的 考驗的 到現在依然很夯耶 到底如何呢 現在就進去嘗嘗看 從店門口就聞到那個 好香的那個醬油 或者米香的味道 而且這邊老闆或師傅啊 在現做什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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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 我本來以為那個日式煎餅啊 是像我譬如說去台南什麼老店 吃到那種像瓦片一樣 硬硬的像餅乾 原來是像這種鮮貝喔 對 對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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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邊放了一個電扇 而且這個攤子好有趣喔 你看 它這上面這樣子 一個一個都是木灶這樣子擺下來 然後一層一層 就是它做好的鮮貝 欸 上面還有這個是什麼 火爐嗎 對 夏天還是國家也一樣 就算是夏天 烤盤也全年無休 窗邊 都會有老闆烤鮮貝現場Live Show 因為特別清澈 而且口味道地 連偶像團體都指名要吃這家煎餅 難怪成了 本載就有野甘願的排隊老店 可以嗎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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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了 好 等一下 我發現這好像筷子一樣 但其實這前面很細 不好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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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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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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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肉糊糊的 而且它這個鮮肥啊 你看 很紮實 所以咬下去 很酥很酥很脆 而且那個醬油香 在嘴巴裡 有加的胃苓就不一樣 不會那種吃鹹吃鹹的 這是不同的 外側的 好像是冰淇淋 是軟淋 兩側的 是冰淇淋 濡淋淋 濡淋淋 跟普通的淋淋淋 沾淋淋 很柔軟 現在在日本很流行 夏天暑時 這個就是馬上 我就說老闆 腦筋很好 動得很快 你看夏天要消暑 就是要加冰淇淋 而且它這鮮肥也有特別改良過 讓它口感可以吃起來更好吃 嗯 好吃 很特別好吃 那個醬油的味道 跟這個冰淇淋的味道 非常合適 對 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 中間這個冰淇淋 它不是香草 是那個牛乳 所以你知道嗎 日本的冰淇淋很好吃 因為他們都用他們自己 那個牛乳做的 那個牛奶味道超香超濃的 而且外面這個鮮肥啊 因為它是比較軟 所以吃下去不是卡滋那樣脆脆 它是可以跟冰淇淋這樣 像硬的餅乾麵包一樣這樣 包在一起 而且又加上有一點醬油那個鹹鹹味道 鹹甜鹹甜的 其實很香很好吃耶 好絕妙的搭配喔 老闆你真的 超棒的耶 哈哈哈哈 掛完了晴空塔 來東京 你還想逛什麼 藥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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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心聲我都知道 來東京怎麼可能不買藥妝呢 不過我告訴你 時間要花在刀口上 你沒有做功課 沒關係 今天來到了這家店 保證 最激動的商品 你都買得到 走 商品去 這樣商店這麼多 我請獨獨要來這一家呢 你看 那在這一家裡面 它所有的商品 都用排行榜 幫你設定好了 你想買到最激動的商品 Top3 Top2 Top1 全部都可以買得到 而且呢 這還是全日本全東京 唯一一家這麼多的商品店 首先第五名 我們推薦的是 唐 糖果 大家一定很疑惑吧 不好意思 嗨 首先第五名 為什麼推的是這個糖果呢 Muchimuch Kinako 這商品是 RankinRankin 人気的商品 所以 我選了客人的投票 選擇 選擇 RankinRankin 選擇的商品 而且這個糖果 它加了那個鳳梨 真的很感覺有那種夏天 清新熱帶水果的味道 美味 所以來到這裡 我跟你講 首推第五名 就是這個 Muchimuchin鳳梨口味的黑糖 這家專門上架限定獨賣品 只有這裡 每次來都有不同驚喜 要強要快 接下來第四名 愛美的人注意囉 欸 不要小看這小小一瓶喔 它可也是這店內 常賣的人氣商品耶 對 我一直都長期刺激 的商品 也就是 用化妝水 或美容液 加上 更加 魔法液體 也有很多人 每一次呢 都是在鏡頭前 直接拍給大家看 說到底哪一支 效果有沒有 現在我躲起來 讓你們猜到底哪一支有差 等我一下喔 欸 我在 電子獨家特賣 就是這個 毒蛇面膜 天啊 毒蛇一把加在臉上那個面膜 這個臉感覺 不是會爛掉嗎 你相信嗎 豬跟麵包 它竟然可以放五年耶 欸 你沒畫 哇賽 欸我好了 怎麼樣怎麼樣 超快的耶 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 根本就跟三秒交友 異曲同工之妙 像三秒收一樣 很容易吸收掉了耶 來來來來 細畫摸一下摸一下 摸一下 快點 你看看 有吧 至少觸感會摸起來感覺有差吧 你覺得哪一支 你猜 這支 摸起來真的有不同嗎 比較滑 比較滑 登登 就是這一支 沒有錯 這也是這邊常賣的那個 你看 好用方便攜帶 而且又便宜 所以這是我們貼推的第四名 玻尿酸美容液 加在化膠水跟美容液裡面都可以喔 我告訴你日本最新的瘦臉器 這個是現在最夯的瘦臉器是嗎 對 現在流行的 我必須要輕聲示範一下 因為我一直本人也有這種困擾 上鏡頭 尤其是現在剪了短髮後 更容易顯得大臉 大餅臉 啊 喔 嗯 嗯 我會把腿部的筋肉鍛鍛鍊 所以 我會把腿部的筋肉鍛鍊 我會把腿部的筋肉鍛鍊 這樣真的做幾下這個就會酸了耶 所以這是我們推的第三名 神奇瘦臉器 在這裡呢 不只是美容用的東西 今天吃的都也有 不是糖果 它可是救命來真的 登登 救命麵包 是不是其實去年真的3月那時候 是賣最好的這個東西 啊 那後就賣了 災害儲備用耶 而且它說它可以長期保存耶 你知道嗎 我看到它的保存期限 這個真的有點太誇張了 很驚奇 你看 五年 它竟然可以保存五年 這個是不是加會不會有很多那什麼防腐劑 哇塞 這樣完全沒有加什麼防腐劑 喔 高溫真空的殺菌 小孩子也可以吃耶 那我現在可以試吃一個看看 算一下 那時候有東西吃就 啊 就 啊 還沒有先吃就先被嚇死 這是哪糟啊 哇 這看起來挺好吃的耶 你看看 你看看 如果不是從這個罐頭裡面拿出來 感覺就像一般麵包店裡面 那種賣的杯子蛋糕有沒有 沒有 好吃 真的超乎我意料耶 這麵包是真的好吃耶 我覺得我有活過來的感覺耶 剛剛被嚇到一下子 然後在吃這麵包 天啊 我現在這麼有點點眼半淚光的感覺 天啊 如果在那個時候你知道 救災 或者是被困住的時候地震 然後躲在防空洞 吃到這樣一口 這麽又香又濃麵包的話 這眼淚真的會噴出來耶 這真的好吃耶 哇 這個東西真的是 五星中的第一名 No.1 就到做事我買到好東西 太感動了 藥妝店的商品真是千奇百怪 接下來的第一名 怪怪咧 竟然是毒蛇液 吃的 吃的 瘦斂 寶石 什麼都有了 這家排行堡什麼都有賣 而且我告訴你 接下來的第一名 你一定要知道 因為這也是這裡的 限時獨家特賣 就是這個 誒 毒蛇 毒蛇的東西 你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金子 燈燈 韌雞 聽說這裡是非常人氣的商品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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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毒蛇面膜 天啊 毒蛇液把它加在臉上的面膜 我這個臉感覺 不是會爛掉嗎 這個真的很有效果嗎 它的效果是可以怎樣 肌膜 膚色的 我可以賣 所以沒有時間做工 沒關係 因為來到這家 排行榜店 不管是吃的用的 美容的東西呢 在這裡懶人包一次做足 最黑多的商品 而且最新的商品 首先獨家特賣 在這裡都可以買得到 逛完了藥妝店 來東京還有個很夯的玩法 就是到魚市場吃早餐 東京最有名的魚市場 被竹地市場莫屬啦 魚貨料世界第一 堪稱是東京的冰箱 一般遊客會來這吃早餐 就是因為新鮮的生魚片和海產 不過要來可得趁早 因為很多店家 中午十二點以後就打烊了 很奇怪喔 我看這裡沒有公車 但是這邊有個牌子 不知道大家排什麼 這裡都是那個 人來人往魚市場吃東西 這個是大福的標誌耶 不知道是在排什麼地 完全看不到 那看一下客人好 你們好 你好 你好 會說說我 你們好 請問你們從哪裡來 從香港 香港來的 我想請問一下 我看你們排這裡 也不像公車在排 你是在排什麼啊 排壽司 壽司 壽司 你說這裡有一家很有名的壽司店嗎 對 現在是在排一下 等著去吃嗎 對呀 店家喜歡在哪裡啊 在這邊的廣彎 轉彎裡面進去喔 對 讓我瞄一點好嗎 快速給我三秒鐘 瞄一瞄 這邊起頭在這裡對不對 對他說那個店在廣彎 超好認 一定就是這一家 你看店門口 塞了滿滿的人 這是這一家 怎麼會那麼夯啊 有沒有搞錯啊 排到門口這邊不能排 怕找到別家做生意 根據港仔的說法 石嘉義生育片套餐 是點餐率最高的人氣早餐 而且價格只要外面的三分之一 在竹地人氣最旺 也是唯一會賣到下午的店家 看這態勢 現在想吃生意片早餐 是沒忘了 好在我剛聽到風聲 竹地廠外竟然有免費好料 可以吃到飽 哇 又是玉子燒試吃耶 這根本是一路吃到飽吧 什麼 竹地廠外每五步 就一家玉子燒 玉子燒 玉子燒 通通都是玉子燒 嗯 賣 賣 哇 你有沒有發現 比喬呢 我今天走在竹地市場場外 這一次呢 沿路走啦 有好多這樣子的玉子燒店 而且免費試吃都很大塊 不過呢 他們都不是我今天的目的地 我告訴你 我今天要去的這家玉子燒店呢 聽說它不僅是好吃 而且是88年的老店 重點是 它試吃不是只有給你這樣子的一小塊 是免費的一整份耶 一整份 免費請你吃耶 好吃到破掉的玉子燒 竟然一毛錢也不用花 竹地市場也吃不完的免費玉子燒 全都因為它 我要點一個 就是這個超人氣的石家椅子 那個洋蔥絲絲 真的好好吃耶 那個鮪魚 上面的油脂 好天然 好香喔 然後咬下去就有一點到三分味道 控出來的時候 好好吃喔 唉唷 就是這一家了 我跟你講這一家在這裡開業已經88年了耶 哇 超多口味的耶 我不知道說原來那個什麼 玉子燒還有小捲口味喔 海鮮的 還有辣味的 好多種喔 難道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這家店的特別之處不是說只是電話可以試吃一塊 是一整份可以讓你免費吃耶 一整份耶 嗨 嗨 嗨 是嗎 我聽說這邊就是有那個玉子燒 可以讓人家免費試吃一整份 是真的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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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土曜日 好 好 我空氣都快流下來了 哇 社長要親自傳授我怎麼樣做出美味的玉子燒 就在這裡 嗨 好 等一下 欸 為什麼 這裡是温度 喔 温度 欸 一般不是用手嗎 為什麼要特別用臉啊 好 好 那我以前就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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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一般的蛋汁而已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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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麼有一種在兩人三角的感覺 哇 哈哈 好 好 我真的很怕把它燒焦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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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明白了 再一次 我要先趕快趁到 蛋要再趁的時候 放到翻身 再一次 再一次 對 好 好 啊 像金黃色澤 看的真的好好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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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到哪一隻 哦 剛剛那一隻 我覺得很厲害耶 小教你教我剛剛那一隻好不好 你剛剛一手關 不能 可能 哦 直接這樣倒去嗎 但是 快點 快點 啊啊就是這樣 對就是這一招 我連筷子都拿不好 好難喔 剛剛那一張其實真的很厲害耶 我不知道你們在基本上看得出來 因為你看這蛋很厚 可是 終於完成了 這個是可以賣出去的嗎 好啦我知道 太太焦了對不對 所以那個一定要非常金黃的顏色 就是完全沒有焦的才是OK 可以賣出去的 有老闆把瓜 果然能成為人氣老店 據說玉子燒 吹涼冰鎮12個小時之後 就是最好吃的黃金時間 既然是免費玉子燒 不如熱樂不如中熱樂 街頭試吃大拚比 GO 做好了 你看我自己親手做的玉子燒 那你 這是其他部分的 鹽子燒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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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吃嗎 吃一個看看 嗯 好吃 好吃 嗯 嗯 那邊是燃燒的 那邊是一晚睡著 所以味道會流出 喔 難怪 因為你知道嗎 它這個吃起來有一點點冰涼的口感 然後但是它那個蛋的汁 不是說我們一般吃到黃色沒有熟腦感 是裡面好像它是有水分一樣 但是甜甜的 而且我剛剛吃到最後面的時候 我現在有感覺那個蔥味 一點點淡淡在我頭頭這邊 好香喔 你要不要試試試看我的 我這樣味道一定不太一樣 嗨嗨 焦糖口感 嗨嗨嗨 好香喔 好吃 真的嗎 你剛剛說這是我的 超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的魚 超好吃 嗨 但是我剛剛來的時候 一路上我就看到這邊很多家玉子燒點 你看對面那邊也有 旁邊也有 為什麼這一區全部都是玉子燒店 嗨 我真的要換一下 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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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賣5品牌的 多少錢 5品牌 5品牌 好酷 好吃 謝謝 5顆星耶 5顆星耶 那下一個我就問一下 他覺得我這一份值得賣多少錢 好酷 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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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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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好吃 我吃了嗎 好 太棒了 謝謝 但是如果要讓你買的話 你覺得它值多少錢 嗨 嗨 嗨 六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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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不是很多啊 嗚嗚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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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又五顆星又六百元 這焦桃口味到底怎麼樣 我自己先吃一口看看 嗯 我覺得我的更汁 水分更多 幫我這邊沒有冰鎮這種關係 這真的滿好吃的耶 除了吃早餐 想買乾貨的人 一定要逛逛廠外市場 和廠內的伴手裡 也不遑多讓 通通都是足地限定 中午過後 店家都打烊了 我還要趕湊呢 你看 現在這整個足地市場 店家都關了 下午四點多 冷冷清清 但是呢 也只有這個時候 我才有辦法來到這個 早上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排隊名店 老闆他現在要休息了 才有空給我們採訪 我們現在就進去 可以吃吃那個排隊美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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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裡應該也是很多 你知道觀光客來 所以老闆什麼都會講 我要點一個 就是這邊超人氣的 10加1的那個 握壽司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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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是我的真得意 他說全部一切都交給他 反正好吃就對了 OK 而且今天難得算包場耶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看 壽司師傅做的壽司 好 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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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第一個就吃鮪魚 我以為這種重口味的都是後面才吃耶 OK 好 這麼快就做好了 OK 這樣子直接吃喔 喔 沒有那個嗎 醬油還是 哇薩餅 鮪魚 而且它這個真的捏得很好耶 你知道嗎 醬菜的壽司 捏著這個壽司的時候 它的肉跟下面的粗飯 是不能隨便一捏 就有散到分離的 一口吞 嗯 好吃 真的很好吃耶 它那個鮪魚 上面的油脂 好天然 好香喔 喔 上面那個油 那個油 好棒喔 完全渡口即化 N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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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喔快快 NESTER これはね ヒラメ鼻目魚 喔鼻目魚 喔鼻目魚 欸 而且我跟你講它的醋飯也很好吃 你看 苛苛分明 油油亮亮 欸 這個裡面是不是有加一點點那個 雞子汁 嗨 答對了 因為你知道嗎 鼻目魚吃起來 咬起來是比較有嚼勁的 比較口感 但是又不是像干貝那樣子 那麼的彈 但是 它這個裡面有加一點雞子汁 然後咬下去是有一點酸酸味道 蹦出來的時候 喔好好吃喔 混成那個魚肉的甜味好甜喔 好香喔 好香喔 嗨 一般女生應該一個人都可以吃完10加1吧 女生全部都可以吃完10加1吧 我相信我也覺得我吃得完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是爆炸的海膽 東京最夯日生魚片 竟然好吃到又滑的 不是 是不是滑棒瓶滑棒瓶的不見了 不見了不見了不見了 愛玩客大鬧人氣壽司店 連老闆也記載不到 這個沒有任何的調味喔 那我是這個 你忘記了 你看看 這個是爆炸的海膽 你知道嗎 剛剛出飯只有到這邊而已 我看到它這樣一匙一匙一匙的加上去 哇塞 你也太吃了 太厚重了 我要飄走 我跟你講 這個 這真的是我生平吃過真的是最好吃的海膽 你知道嗎 它這個海膽 下去是有一點點那種冰涼的口感 然後 它真的瞬間化乾 我完全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而且 它就有那個好像 蜜蜜一樣 好吃 所以 如果我最喜歡這個海膽 我待會加一的時候 我就可以吃最佳一個這個海膽 來吃吃看 而且怎麼有一種 越吃越餓的感覺 難怪有人甘願排隊三小時 等著盤生魚片早餐 圓蒙一千元的早餐 乍看很貴 但絕對值得 醬油餵刺鮪魚 淡淡的醬油香 融合鮪魚的軟嫩 最經典的就是竹家魚了 甘甜的魚味 就像是剛撈上岸 擦上獨門醬料的心碼 更是令人難忘 我可不可以計時你們到底做一個多久 這再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試試 預備 開始 可以啊 1 1 2 2 3 2 2 3 7 7 基本上不到10秒 所以我當時碰到這個飯 5秒鐘就真的要做出一個 這個白海老蝦肉看起來超好吃的 晶瑩剔透的 而且它處理得好好 都完全沒有那個你知道 蝦子那個腸肉這樣在上面 這個都沒有任何的調味喔 那我是這個 蛤你忘記了 蛤 蛤 蛤 可以這樣子的嗎老闆 剛剛烤到最快速度 然後要沾點醬油這樣吃 再壞人吃好了 我衛生理吃好了啦 你都沒有吃到 對啊 然後這個這個 好豪邁喔 好豪邁喔 你們好不好吃 飯粒有黏了 好滑嫩喔 是不是滑到女喉嚨裡了 不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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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這個感覺好像下次我一定要自己一個人來點一份 這樣子一份真的耶 你看它裡面那個醋飯啊 沒有太多 然後上面魚肉超大片的 這邊女貨應該都很新鮮啊 你們這邊應該也很新鮮 但為什麼會那麼多人排啊 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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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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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得 你做幾年了 好 20年 20年 對 不是 做了22年 生意這麼好 從來不知道為什麼客人要一直這樣上門 練完特了 好沒關係 拍下他那個表情之後 那我覺得老闆真的很可愛 所以我第一次遇到就是它 還會多著 到底為什麼會這麼好吃 我也不知道 反正大家就是喜歡它 最簡單的味道 然而最令人難忘 就像很多簡單的老東西 因為晴空塔也再度被發掘 好逛好吃好買的經典味 屬實從未消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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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正的成年老醬油 這個跟那個淘氣一樣 也是像是我現在一直打下去 就完蛋就毀了 啊 你怎麼就這麼大膽擺在那裡